当天就亏损一笔单子亏4.7个亿 好像一场战争 就像一场战争 我说我一夜头白 就那个时候 就要做这样的判断 而这些东西的话 特别是从我 从我法律的背景的这个人来讲的话 很多时候的话 我就更觉得这些事情的话 你必须得控制得要非常的严谨 如果你控制不严谨的话 很快你这个企业就完蛋了 应该说也是不小的一个企业 在当年 十年前 十年前你有五六四个亿的 资金规模的这样的企业 也不算个小企业了 是非常惊险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当时高盛给我们来讲 这个事情的时候 说你的保证金 五千万美元的保证金 不够了 还要加保证金 当时我们就在想 我五千万美元的保证金 怎么还不够啊 我到深圳去 我就当路上面我就回来了 我就从 半途折返了 半途折返回到办公室 什么回事 什么情况 有什么对冲的方式 能够来避免未来的进一步的损失 这个东西到最后的话 我们那时候风险总监说 没有对冲方式 这个时候你就 你就不知道无助啊 就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就连续地持续地 大概十几天时间做研究 到最后的话 没有人救得了你的 只有你自己去判断 如果按照国有的体制的话 说你汇报吧 层层汇报 问题是 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方式的 对 这个你要让别人来帮你做这个判断 这怎么可能呢 对 你这样在外自己做判断 就自己做判断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那回过头来说 人家你的命真好 当时你是堵这个市场是望向 如果当时的这个市场的话 如果反转了呢 那我说这就叫判断 对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判断 那你判断对了 那是到最后当然 如果说当时判断错了 我也不在这里了 今天你也没法采访我 就这么个情况 刚才陈上先生 您讲到这个跟IDG的合作 IDG在文化产业领域 他们是有非常成熟的 也有非常成熟的一些理念 对 那我们有看到就是跟他们 光大师合作了 对 光继资本 光继资本 我是实际上这里面 影业里面我们投了很多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影视领域的投资 我们最早的话 我们是投了上海电影学院 收购上海电影学院 为什么会收购上海电影学院呢 对 其实此前我们好像 不是他不是太有名 跟中戏和上戏比起来 对 实际上上海电影学院 我们希望未来的话 把它打造成为一个 电影产业 电影的配套产业的 一个平台 它做什么东西 其实跟你们今天的 这个很相像的 摄影 舞美 服装 道具 这些东西 周边服务 对 就是围绕着这个电影产业本身 而展开的产业配套 所以这里面就很多的studio 等等的 比如说你做好了以后 后期要剪切 那好 我们有人来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外包服务 你交给我来做就行了 就是将来就是 就是承接 大量的 就是电影制作过程当中的 这些这些产业 这个是我们收购这个上海电影学院 所以很多人还跟我开玩笑 我当这个上海电影学院的这个主席 开玩笑 对 我还是上海电影学院的主席 说说说你这个上海电影学院 今是娱乐业了 对 是你举生于娱乐业了 我说不是 我说我们那边不培养演员 有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主业 不培养导演 这个也是不是我们的主业 我们是培养电影的配套产业 是做这些东西的 所以主要的 你要说挣钱 主要还是靠教育产业 教育产业 教育产业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呢 教育产业就是学费了 和学费相配套的 和学生相配套的一些产业了 你比如说一个是当然学费 另外一个你生活呀 你要在学校生活啊 你就要有消费啊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本身的各个系 它都有studio 让这个学生的话 在一边学习的同时的话 就已经到 加入了这些工作室里头工作 已经在这边工作了 所以他这个到最后的话 说出去的话 学生很好用 出去就能干活 就这样的 那么这个就很好 所以这个是 那么围绕着实际上 这个上海电影学院 我们其实后来的话 做了很多的电影方面的投资 而且未来我们希望整合 你比如像仪夏科技 这就是新媒体的投资了 像这个中国企业 从美国企业 美国市场不断地回到 这个中国的一个企业 你怎么看这个 包括分众 它这个这里面 资本的逐利性 你这个东西 你是防不胜防的 对 这个它就是它的本性 就是资本的逐利性 所以你说 从美国市场下来了以后 到一个估值高的地方 去这个来套取利益 对 你不要谴责它 这个就是它资本的特点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的 如果要加上一个道德判断 来判断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不是符合 上市标准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不合理了 对 我觉得实际上的话 说到底的话 你的这个上市的标准的话 你更多的 你是从一个市场主体的 这个角度 看它是不是符合 这个监管规则 只要符合监管规则 只要符合监管规则 你就应当让它上 是 至于说它卖得出去 卖不出去 那是市场 对 只要市场能接受 就可以了 那监管部门的话 当然说 你的上市是不是符合 清卖了这个市场的规则 和小股东的利益 这个是你应该保护的 另外光级资本 还投资了这个 跟IDG投资的这个银联 第三方支付 现在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像这个支付宝 像这个微信支付 对 投资银联 我们是出于一个 什么样的考虑 因为银联 我们知道它也是个国有企业 是的 银联是我们 投资了九年的企业 那么有耐心 对 银联过去 实际上这一次的话 是因为我们的基金要解散了 这个如果不卖给这个光级资本的话 其实外面的话 我们也已经找好了投资者 所以这一次的话也是巧 就训上了 正好就是这个我们光级资本成立 同时又是大基金 同时又看好 在这个就是支付领域 如果说要说在中国的话 基础设施最扎实的 Fintech的企业 就是银联 还是这么来看的 对 因为实际上它是一个基础设施 对 你的支付宝也好 和其他的这个 你必须得跟银联合作 你才能够开展业务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到 银联应该更有价值才对 对 所以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两位董事 在这个银联商务的董事会里面 我们也是说通过我们的董事 一直在表达着 让这个银联的话 能够更加市场化的 这样的一个疏愿 因为我还想问一下这个陈阳先生 就一般我们的这个光大控股 它的这个投资的退出方式 对 是一般现在是IPO占多大的一个比 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太多恐惧 可能IPO其实还是大头 如果按照过去的比例来讲的话 IPO的话可能要占到我们 退出的占到我们60% 但是现在的话 随着这个产业整合的这个浪潮啊 席卷到过来以后的话 不需要 不需要通过 非得要通过上市的方式来组织 像今年我们有两个理由 就是通过通过并购的方式 推出的 今年像中级电力啊 像中级电力是一个 还有一个 哎呀我忘记不记不得了 反正就今年我们也有两个 就更多样化的 对更多样化的推出方式 其实更好了 我们最后快速的讲一下 关于金融杠杆 因为08年的时候 我们的光大是经历了这个 雷曼的这个 对对对97年 对对 雷曼对对 08年对 也是杠杆对 对对 适当的去杠杆化 就是成为这个全世界金融市场去风险的一个共识 那现在比如说中国的这个金融监管部门 其实它也在极力的这个去杠杆 去杠杆 尤其是这个我们前年的股灾发生之后 到今年对于一些所谓的一些不规范的一些金融资本的一些监管 我们都面临这个问题 那现在就是怎么样来看这个去金融杠杆会不会冲击到实体经济 对 这个实际上这个你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问得很深刻在哪里呢 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强调了这么多年 对 说这个银行的钱要支持实业 可是实业是不是真的得到了钱 这个里面其中关键的问题在哪哪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银行的钱最终它到国有企业去 是成为它的最好的归属 因为国有企业它有信用 对 我不怕你未来的这个失败 失败的反正国家也要担任 这是国家的企业 对 这个银行思考问题的方式是这 那么国有企业拿到了钱以后的话呢 通过信托 通过其他的方式以后又出去了 这叫卖钱 他自己拿到便宜的资本以后的话 卖给了民营企业 卖给了其他企业 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其他小企业的话 都在承担着比国有企业更高的成本 来做这样的事情 这么出来的 表外 银行的表外业务 银行表外业务 这个钱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 进入到了这个体系当中 这个 这条杠 是必须要卡住的 所以今年 这个监管部门的话 就是在所谓的去表外 说表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对的 但是去了表以后 说表以后的话 是不是就民营企业就当然的 就日子好过了呢 未必 所以这个理念的话 实际上最终的话 钱还是留不到 民营企业的手里面去 这个就是现在的中国的现实 所以未来的话 所以我所谓的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等等 让他们充分竞争了以后 特别是 Fintech 要打击这样的一个 这个过去的对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能够让更多的 这个中小企业的话 能够得到真正的符合市场的便宜的资金 对 这才能够 才能够支撑他们发展起来 是 国有企业 这里面的话牵扯到一个关于杠杆的问题 它银行的杠杆很高 因为银行做了表外的这部分 对 这个企业的杠杆也很高 为什么 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 要比民营企业还要高呢 因为他觉得我能拿到便宜的资金以后 我把它做出去了 我就能够有钱挣 所以我不要去做实业的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了 你不用付出那么多艰辛的劳动 就不需要有艰辛的劳动 说我这个实业要做十年八年才能够见效果 挣快钱 对 挣快钱 所以这个就是个政绩所在 对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说还是个体制性的问题 如果这个体制性的问题的话不改变 还是不行的 这个所以去杠杆我们是觉得很支持 但是你去了杠杆 是不是当然的就让这些民营企业 是不是能够就得到了收益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中间还不能画等号 我们今天通过这个采访 我是觉得这个投资是通过这个探求真相 对 探求规律来追求这个财富 对 那我们新闻工作呢 是通过这个追求真相 探求规律来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这个财富也好 公平正义也好 其实都是社会进步的阶梯 所有的企业越多越好 对 这个是对一些 而且是优质的企业 对吧 越多越好 但是就是问题是 事实上 实际上就是说 你这个市场 对 如何去判断 你的比如说优质 大家可能也看到 就是这个香港市场啊 这里面的话 很多的这个企业的 所谓的被这个 这个做空 对 被做空 这个做空的话 实际上也带来了 大家对于这个过去的 中资的很多的企业的 一个怀疑 对 那么你的财务报表的 整确性啊等等的 还有一个包括规模 所以我觉得对于 这个这个港交所来讲的话 其实也面临着一个 如何选择的问题 从交易量这个角度来讲 从交易所 它本身作为一个企业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是我的交易量越高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挣的钱就越多嘛 是 说起做空 最近有一只股票 也是沸沸扬扬 就是会山乳业 会山乳业 对 这个事情您怎么来看 所以这个这里面 实际上就是说 香港的 其实很多的这个 关于规则上面的话 我觉得守规则 所以还是个就是 守规则的问题 你这个到香港市场来了 你要你要这个接受 香港市场的 这个挑战和监管 实际上的 大家可能有一个错觉 国内的很多的 这个投资者 到这里来了以后 有个错觉 好像觉得监管部门 离我们很遥远 他觉得监管部门很遥远 其实规则离它很近 对 实际上实际上的 恰恰相反的是 在我们在这里 这个这个做事情的时候 对于监管是非常敬畏的 是有敬畏之心的 因为他不断地来通过 飞行检查的方式 来让你这个守规则 对 只要他查到你 那么你这个企业的话 你基本上就这个 你就很难 在有就是这个叫证据确凿 你很难有有翻身的遗地 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这个很多的 包括中资的某些企业的话 所谓的过去也有人在批评 说香港的这个市场 A股化 就是有一些到这里来 想要到这里来 这个淘金的人 不守规则的这个情况 其实这对国内的 刚才你说这个港股A股 它是一个 就是对A股的一个 负面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反过来对A股 其实也是个促进 因为A股确实 它有些规则 它在不断地在改进中 改进中 改进中 但是回过头来的话 就有一些规则的话 对于在这里的话 其实大家也还是有反思的 你比如说简单的 所谓的即时投资人制度 对 通过这个市场寻价的方式 来最终形成一个 所谓的你的发售的价格 这个是过去的话 在这个香港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 都是通行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话 如果采取一个 所谓的这个基石投资人 和锚定投资人的制度的话 到最后的话 就是很多的企业 一把中资背景的企业 就把它给包了 包掉了 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途径 把它包掉了 那么这个实际上 很多的时候的话 它是这个劣币去住良币 让国际的投资者的话 在这里的话 他觉得这个市场的话 我不适合了呀 那么慢慢就离开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我们过去的话 也跟这个交易所啊 等等的话 我们也谈到这样的 一个类似的情况 这个实际上是要引起 警惕的一些事情 就是让你这个市场的话 能够如何啊 有更高的要求 更高的规格 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 所谓的国际化的市场 而且没有空子可专 对 这也非常重要 是 您曾经说到这个 光大控股的这个 对标的这个企业 对 是黑石 是想做中国的黑石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黑石的这个操作模式 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 其实这个 对我们来讲啊 我们离这个黑石的这个 这个差距啊 还是很遥远的 因为这个作为一家百年老铁 这个很成熟 那么黑石它的特点呢 它是以私募修行为主的 它不做 基本上不太做二级市场 光大做吗 我做 我做 我做二级市场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里面在这个 所谓的模式选择的时候的话 当时也有人 劝我 就是说你这个 如果说你专注于做一级市场 PE投资 行不行 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是不是 就放弃了 放弃 那么我当时这个 从模式选择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有过很多的考虑 事实上 我们后来的话 在针对这个中国市场的 这个特点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们后来还是把 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还是减了起来 因为有需求 确实有需求 而且两边的话 我说我们也希望 它能够将来的话 防火墙也建得比较好一些 事实上 我们不仅做了二级市场 我们还做了加成基金 很灵活 很灵活 处理它的这些需求 所以就在处理 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就希望我们能够 更多的用投行的手段 来投资 处理我们投资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就应应而生一些 这个一些产品 而这个产品实际上 本身的话 我们没有叫它是加成基金 我们就说叫它是一个 机构性的投资产品 规模大概有多大 也蛮大了 大概占多大的产品 我们现在的PE这部分 大概是在将近1000亿港币 1000亿港币 我们的二级市场这部分的话 我们的这个手艺光控 和我们二级市场的产品这部分 我们加起来的话 差不多要1500亿的人民币 反而还更大 对 但夹成这块的话 稍微小一些 但是很灵活的 因为它是一个滚动的状态 工具性的 工具性的 这一点跟黑市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不太一样 但是也很多的话 其实从他们的技术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实际上 我们还是学它 学它的你比如说专业化 那这里面的话 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专业基金 来做专注于某个领域当中 去做某些事情 说起海外并购 国内也有很多民营企业 其实对海外并购的这一块 也走的步子也比较快 但是他们在海外并购的路上 其实不是说是那么的顺利 不顺利 对 这个你怎么来看呢 这里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 几个角度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问题的 一个的话就是 这个从时间这个角度 我纬度来看看 2000年中国提出来一个 叫中国企业走出去 对 那个是也是围绕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来做的这个战略 2000年以后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是干什么的 主要的当时资源 如果要看看主要的企业的话 还是国有企业为主 对 民营企业少一点 走出去之后的话 有的企业的话很负责任 跟当地政府啊等等的各方面的之间的话 都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 那么给中国的话 实际上在为这个2000年以后的 中国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 对 否则的话 当时的话说70%的石油进口 是要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到中国的 那个时候的话你就没办法来支撑 那么随着中国经济 当然也落潮 落潮了之后的话 实际上在能源资源领域的这些并购的话 再减少了 对 它的需求量本身没那么大 需求量本身也减少 所以后来不是这个某一些企业吧 某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 省事非常惨重 对 在这个领域当中 这个是交了很大的学费的 那么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阶段 但实际上这个阶段的话过了以后的话 其实很多的民营企业那个时候再走出去的时候 就包括到现在 中国企业走出去这块上面的话 现在的高科技的并购已经超过了能源资源的并购 高科技还有这个消费类的 就是品牌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就是比如说后面的话 后来又出现了一系列的所谓的球队的并购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啊 这个这个也有 我觉得不是说文化产业的并购不好 而是说这个文化对于文化的理解这一部分的话 说起实在的就是有时候你说你收购了以后 如何为中国所用 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对接文化交流 能够进一步的深入 是有要有时间的 要有时间的 那么所以这里当然还出现了有一些情况 后来带来了所谓的这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负面的一些影响 你比如说把中国的资产如何转移到海外去 那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说这个中间后来就带来了 当然说你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中的正面和负面的一些事情 对 还是高科技到了现在 高科技依然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中的 最最重要的一个并购的手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00年以后的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这个一波的话 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展现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现在讲到一带一路了 这是到2013年2014年我们习主席提出来 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这一波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本身 对于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有好处的 你比如说现在的腾讯也好 你比如说阿里巴巴也好 它的e-commerce包括它的这个电信 TMT的这块领域 华为走出去 这块实际上它是很现实的带着 趁着国家的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积极的支持后就走出去了 是 那么还有一个呢 现在呢 说起实在的 作为中国这么高速发展了以后 确实美国也好 或者欧洲也好 它有点戒备 戒备 所以这个戒备以后 就带来了Safe years 这个怎么样能够来审查你 是 这些事情的话呢 正常嘛 非常正常 但是这里面的话 我说也要尊重规则 所以在我们做美国的欧洲的并购的过程当中 我们每个项目 我们都去进Safe years 这里面你比如说像我们在美国收购BEP 那这个企业的话 过去曾经有一部分 还是航空航天领域的 尊重规则 把这部分拨出去 留下的是汽车领域的 这个检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平台 那这一部分 我们就把它带回到中国来 实际上我们带回到中国来以后的话 这个也是个双赢的局面 扩大了这个企业本身的在中国的市场和销售 也带动了美国的就业 也打消了它的顾虑 打消了顾虑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 另外呢确实是从技术上面呢 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我就说在过去的并购当中的这些的话 用基金的形式 如果是去并的时候 你说这是谁的资金 这是个中国企业吗 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特别机会基金里面 我们大部分的钱是来自于全球的投资人 那么就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把这些所谓的这个政治化的一些因素 能够通过你的基金的结构的调整 把它打消掉了呀 是 成长现在我们刚才是谈到了这个海外并购 其实国内现在并购也非常的多 我看我们这个跟这个IDG也成立了这个并购基金 是吧 在国内去年到今年其实还没有闹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并购案 就是万保之争 争议很大了 对吧 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本身的话 我首先的一点 我觉得作为资本市场来讲的话 你要认规则 对 实际上这个事情本身的话 我们也其实有时候会感觉很遗憾的 这个很多的时候的话 到最后的话都不是按照规则来 你比如说什么叫股东 股东就是最大的 对不对 我们要尊重股东的 对 你作为管理层来讲的话 当然应该尊重了 对 这个东西你如果说你不尊重这个的话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不尊重现代的 这个企业制度所设定的一整套的东西 就是签约就摆在那里的 对呀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说 你说你不真 如果说连这个现代的所谓的公司治理的话 你都这个不能够尊重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 对 那没办法 那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底线就没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遗憾的 就是怎么样来处理好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后面说你说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你这个钱是干净的或者不干净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话本身的话 我们没法判断 对 我们只能够说这个股东就是股东 就说你股东就是股东嘛 对呀 你钱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吧 所以后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复 其实我们也感到也很遗憾 就是说这里面当然就是说 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就是实际上中国的所谓的市场化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还有很长的路要族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 但到了现在了 当然慢慢慢慢也尘埃落定了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万科这么好的一个房地产品牌 不好意思我们查了一下年报 我们看您的这个年收入是一千多万港币 您对自己的这个薪酬满意不满意 我满意啊 这里面这个实际上啊 说到底的话 这个我说我和我太太都不是物质主义者 所以这里这个说起实在的比上不足 比下有益 人呢 我说这个还是个心态的问题 对 我说我过去的话 我这个十年以前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当时拿的工资可能比国内还要少 是吗 对 就当时很辛苦的 给你提供一个舒适 你说这个我觉得相信 我们采访过这个朱明依先生 对 他说他当时从世界银行到这个回国的时候 工资是减了90%薪酬 是 李小嘉先生也是 他到香港之后工资也非常 比以前要落差很大 但是还是有一种责任感 我说这个东西不能比的 对 这有些东西没法比 因为我们也在享受着 其他的PE机构可能没有的东西 比如说呢 你比如说光大的品牌 你这个有时候我自己在想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光大的品牌在这里的话 你的资金层面有这么低吗 你的融资的便利有这么便利吗 所以很多事情 当然很多时候说那光大的品牌 不是也是你们自己通过这些年的 这个努力把他这个擦亮了对吧 对 互动的 这个东西就是不要过度的强调我们自己在这个中间的作用 也不要这个抹杀光大品牌本身在这个中间的作用 对 所以我是很满意的 我也不满意的 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同样的问题 是吧 非常满意 说起这个薪酬 就是国内他现在也在对这个国资的这个老总的薪酬做一个改革 对 外界通常把它叫做现行令 其实是分类的一个管理 对 您怎么来看这项改革呢 您作为这个香港中资机构的一个领头人 您怎么来看国内的这个 对 他的这个高管性质的改革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一个短时间的做法 因为这个企业啊 如果你要真的想要让他干得好 我就说你得要让他符合市场 对 如果你不符合市场的 他没有生命力 他走不远 你比如说现在的关于这个信心的问题的话 信心的问题我相信是个权宜之计 对 这个权宜之计和我们现在的体制本身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很多的企业 技术观 也是商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 未来的改革 你应当是把这两者分开来 走职业经理人的道路 既然你走了职业经理人的道路了 你就不要再想东想西了 在这边坐着关 那边还想 金着商 你刚才讲到那个 跟沈南鹏先生 有很多的合作 沈南鹏先生在国内也是一个 非常活跃的一个投资人 对 就是红杉资本的这种投资 跟光达控股比 他们